彰化县幼营广词文教学会台南分会 长期关注台东偏乡的学童教育 在近几年在县议员蔡依静的牵线下 也将触角延伸到了花莲 而这次除了发送光复万荣凤林封兵瑞穗 寿风共计25间国小幼儿园 共计1000份的圣诞福袋 一季红包也让小朋友们乐开怀 在县议员财经的牵线陪同下 彰化县幼营广词文教学会台南分会成员 各个充当圣诞老公公老婆婆 不仅是发送圣诞福袋还赠送红包 小朋友们乐开怀 圣诞节的前夕收到来自彰化县幼营广词文教学会台南分会 所送的圣诞礼物以及红包 校方除了是自证感谢状来表扬 学生们也以歌舞表演的方式来表达感谢现场气氛热烈 张花县右营广词文教学会台南分会 长期关注台东偏乡学童教育 近几年在先议员蔡一镜的牵线下 也将触角延伸到花莲 鼓励偏乡学童努力向学 我们右营一直是秉持着 川普妈妈一直秉持着取之社会回归于教育 那会希望说在偏乡的这些孩子 他们也能感受到自己跟别人没有差异 也能感受到跟都市一样的温暖 先议员蔡一镜 为名喉舌也积极争取各方资源依注 从前几年结合公庙公益活动 关怀设服边缘户赠送福具 帮助弱势族群 这一次也延续去年圣诞送爱的活动 赠送圣诞节礼物 让偏乡孩童快乐过圣诞 将募集到的这些爱心的礼物 送到小朋友的手上 其实我觉得也是给大家一些温暖 再来很特别的是 因为这里面都还有所谓的营养经的部分 这个就是让小朋友知道说 其实有能力的时候 以后长大有能力的时候 可以帮助其他人之外 我们接受到这份的爱心 那我们也要把这个爱心传递出去 这一次发送了包括光复万荣 凤林 封冰 瑞穗 寿风等 共计25间的国小幼儿园 共计有一千份的圣诞福袋 以及红包 让学童们深刻体会 也学习圣诞节分享爱的精神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